本月综艺方面很给力 四大人气国民综艺回归 上下班的地铁里公车上公司无聊的午餐时间里 大家终于有东西看了 奔跑吧兄弟第六季 首播 4月13日起每周五二十点五十分 嘉宾 邓超 Andgeli Bobby 李晨 陈赫 郑凯 王祖兰 陆寒 小编也是第一次见到综艺一天几度改当的 忽然提到 据说是为了配合重大活动安排 不是因为跟其他综艺撞期 节目第一期就飞到了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录制 这是为了积极响应 并让更多人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OK的 很高大上 第二期依旧是在维也纳录制 嘉宾有 吴秀波 Selina 昆琳 蓝莹莹 宋祖儿 钟楚希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 首播 4月20日起 每周五二十二点 嘉宾 何久 黄磊 刘宪华 彭玉唱 张杰 这一季把背景翻到了江南 目定嘉宾阵容方面也新增了 新鲜血液彭玉唱 也是小编这两年比较看好的小哥哥 极限挑战第四季 首播 4月22日起 每周日20点30分 嘉宾 黄博 孙宏雷 黄磊 罗志祥 张一新 王迅 第三季遭遇多次停播的几挑 这一季学乖了 上来就喊出了向美好生活出发的口号 还邀请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加入 带领大家一起奋斗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向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 没有背叛 没有欺骗 也有做到心速结合 完结又非常接地 气非常正能量了 在停播肯定是因为技术原因了 严肃高冷的张一新 在这里重新变回了温顺的小绵羊 我想和你唱第三季 首播 4月27日起 每周五20点 嘉宾 蔡依林 莫文卫 王远等 主持阵容方面不变 还是汪涵 韩红 节目形式则有以前的每期三位嘉宾变成了一位 剑客团野心增成员沈梦辰 汪苏龙等 上一季邀请的梁永琪张韩反响很好 节目组也知道哪些歌手 能掀起话题了 这一季目前已公开的嘉宾有蔡依林 有没有发现 上面四档综艺全是由韩宗发展而来的 借鉴人家的创意一用就是这么多年 不但不花钱还赚钱 可以说超值了 这几档综艺里 你一直在追的有哪些 还打算继续追吗